传说中,哪吒在母亲的肚子里带了三年,出生时是个肉球,劈开后才孕育出一个婴儿。 这些也只能当成传说来看。 但是在现代社会,竟然真的有人怀胎60年,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在南美洲,有一个渔业资源非常丰富的国家,叫做智利。 在社会还没有那么发达的时候,居住在这里的很多人都是靠捕鱼为生。 埃斯特拉·梅伦德斯便生活在智利的一个小渔村,他出生于1929年。 对于那时的他们而言,家庭以吃饱为主,因而背靠大海的他们根本不用担心生活的困境。 就这样,梅伦德斯长大了,成年的他举手投足之间展现出了自己的曼妙,也吸引了很多人来求婚。 1952年,梅伦德斯嫁给了村里的钢萨雷斯。 由于两人青梅竹马,早已心意相通,婚后的他们过得非常幸福。 于临近大海,拥有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 钢萨雷斯作为渔夫,每天奔波劳碌着,而梅伦德斯作为家庭主妇照顾着钢萨雷斯的起居饮食。 两人虽不是大富大贵,但平凡的生活更显真实。 不知不觉间,两人结婚后已经一起生活了多年。 梅伦德斯和丈夫钢萨雷斯一直希望生一个小宝贝,能够为他们的家庭带来更多的欢笑和温暖。 然而,两人的心愿一直未能如愿。 更残酷的是,梅伦德斯随后被诊断出子宫有一个肿瘤。 这个消息犹如晴天霹雳,同时令两人明白,生儿育女对于自己来说已经变成一个幻想。 尽管两人悲痛欲绝,但梅伦德斯和钢萨雷斯依然相濡以沫陪伴彼此,努力创造幸福的生活。 因为此时的他们只剩对方可以相互扶持。 也许是上天的怜悯,50多年来,梅伦德斯的肿瘤意外地没有造成不良的影响。 2015年1月,丈夫钢萨雷斯去世了,两人多年的相伴结束了,只留下了年迈的梅伦德斯。 只身一人的梅伦德斯生活逐渐变得糟糕起来。 直到某一天,他不小心摔倒在自己的家里。 被有人发现的梅伦德斯被送往医院进行诊断。 医生对梅伦德斯进行X射线评估伤势,然而另一生不解的是,他们发现肿瘤的状态十分异常。 为了保险起见,医生进行了第二次X射线检查,这一次的结果令,所有人都惊讶。 原来在梅伦德斯子宫里的并不是肿瘤,而是一个未出生胎儿的钙化残留物。 也就是说,这个未能出生的胎儿已经在梅伦德斯身体里60多年。 这种钙化的胎儿称为食胎,是胎儿在母体子宫外发育的怀孕副作用,俗称的腹腔妊娠。 绝大部分腹腔妊娠都已流产告终。 然而,也有极小的几率出现梅伦德斯的情况,母体将胎儿视为异物而进行排斥。 当不能排除体外的时候,死胎会分泌钙质,将其包裹,使之在体内与母体隔离,形成食应。 得知这一真相的梅伦德斯,不知道怎样接受这个事实。 因60多年前落后的医疗条件和误诊,令他错失与钢萨雷斯拥有孩子的希望,体会不到天伦之乐。 更残酷的是,现在梅伦德斯已经90多岁高龄了,医生不建议他进行手术,将腹腔里,曾是自己与钢萨雷斯的骨肉取出。 梅伦德斯连自己肚子里的孩子都不能见一面,只能独自忍受剩下的孤独日子。 而他经常拿在手里的这张夫妻合照,成为了永远的定格,永远的回忆。 吞噬双胞胎兄弟 在印度马哈拉施特拉邦,有一个名叫Sanjo Bagget的男子,他出生于一个叫纳格普尔的城市。 由于家境贫寒,他的成长环境并不优渥。 还好他从小身体比较健康,没出过什么大问题,只是相比起同龄孩子来,肚子显得格外大一些。 等他渐渐长大,长到20多岁时,他的肚子竟然变得更大了,而且像吹气球一样持续膨胀。 到后来,他的肚子已经非常突出,像怀胎十月的孕妇一样,这给他的日常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 更奇怪的是,他的整个身体都很消瘦,只有肚子大的可怕。 就好像肚子里有东西在拼命吸收他身体里所有的营养一样。 而且,考虑到他的身体和经济情况,他根本没能摄入足够的食物来保持营养。 肚子到底为什么会越变越大? 周围的街坊邻居看到他这副模样,开始毫不留情地嘲笑他,说他闲话,说他是怀孕的男人,对着他的肚子指指点点。 三只并非不在意这些异样的视线,可生存才是他的首要任务。 多年来,他强行忽视着肚子的生长,忽视周围人的嘲笑。 为了养家糊口,即使身体不适,他依然每天到农场去工作,直到情况变得万分危机。 一天晚上,他几乎已经无法呼吸。 窒息和疼痛让他整个人看上去命悬一线。 一辆救护车打破夜晚的寂静。 江彼氏已经36岁的三只紧急送往了位于孟买的大医院。 负责检查他的医生一开始觉得,他体内应该是长了一个巨大的肿瘤。 医生说,基本上就是肿瘤太大了,压到了他的横隔膜,这就是他无法呼吸的原因。 但这位医生万万没有想到,自己会遇到一个前所未见的问题。 据医生介绍,一般来说,他在刚开始手术时就能发现肿瘤,但在给三只做手术时,却并非如此。 他不但没能很快发现肿瘤,当他更深入地切开三只的位时,溢出来了几家轮的液体。 然后,炸裂的事情发生了,医生发现三只体内竟然有一个人。 医生把手伸了进去,摸到了很多骨头。 他先是掏出了一块肢体,然后是另一块肢体,然后是生殖器的一部分,然后是一部分毛发,肢体,下巴。 三只的位里有一个奇怪的半成型的生物,他的脚和手发育得都很好,他的指甲也很长,当时在场的人都被吓坏了。 所有人都感觉既困惑又惊恐。 从表面上看,三只是真的怀孕了。 他的位里生出了一个孩子,但实际上那并不是他的孩子,而是他的双胞胎兄弟。 准确来说,是他双胞胎兄弟的变异身体。 三只不是怀孕了,而是患上了全世界最奇怪的疾病之一,胎中胎。 什么叫胎中胎呢? 顾名思义,这种疾病的特征就是在双胞胎其中一个孩子体内存在着畸形的部分发育的另一个胎儿。 它发生在胎儿发育早期,当双胞胎中的一个将另一个吞没,融入自己体内时, 被吞噬的双胞胎就成了胎中胎,会一直被困在另一个人体内,通常是在腹腔里。 这种情况下,被吞噬的双胞胎称为寄生双胞胎,而另一个被寄生的就是宿主。 胎中胎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被认为是活的,其细胞能通过正常的代谢活动保持活力。 其器官有来自宿主的血液供应,但所有胎中胎均存在严重缺陷,比如无功能的脑、心、肺、胃、肠道等。 简单来说,它就是宿主身上的一个寄生物,会跟宿主的身体争夺营养,对宿主的生命构成明显危险。 它是活的,也可以跟正常胎儿共享某些形态特征,但这些都只建立在寄生的条件上。 一旦它被移除,就是一堆畸形的类人形组织,这种疾病出现的概率是很小。 据估计,它的发生率为五十万分之一,大多数病例都是在新生儿和儿童身上发生的。 只有少数病例是15岁以后报告的,像三就这样扛到36岁的是少之又少。 肺中发芽 上帝有诗也有幽默感。 来自美国的Ron Spen一直以为自己有肺癌,因为它的肺部里长的是一个肿瘤。 但是当医生仔细看清楚后,吓得一大跳。 医生们告诉他,在他的肺部里有颗豌豆正在萌芽。 而这颗豌豆芽相当大,大概有半个英寸长。 怪不得最近它的健康变得越来越坏, 而且因为咳嗽太多,使它变得无精打采。 医生质疑,他在最近几个月的某些时候吃了豌豆, 而有一粒被吞到错误的地方,然后豌豆就开始萌芽。 可是他从未感到有任何东西生长在他的胸膛, 只是咳嗽的厉害而已。 最有趣是,他接受手术后,进食的低餐又是吃豌豆, 但是他依照吃可也。